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森马给出的解释是在公司发展战略的框架下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随着生活方式变迁而新增的对品牌互付互利以及美妆产品的需求向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鞋自森马公告一旦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森马很快将开卖化妆品 为何是化妆品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今年1至5月化妆品限额以上单位零数额达到1195亿元 同比增长11.3% 增速远超厨师鞋帽等品类成为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 过往十年间 化妆品行业的发展有目共度 高端化 专业化 数字化等趋势越来越明显 各细分领域都蕴藏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时装与化妆品行业的结合 很早便已开始 不 仅有香奈儿 迪奥子类国际大牌 H 高增长 根据森马利年财报整理 青眼之图 既然主业发展势头良好 新增的化妆品业务 能对森马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吗 此次并非森马首度涉足化妆品行业 据森马2018年台报显示 和引起业上海森丝化妆品与现公司的业务 就包含了化妆品的零售 批发等 但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 森马在财报中提到 森丝化妆品的累计亏损额 以超过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去年森丝化妆品累计未确认的损失超过9万元 虽然数字不大 但也说明 时装与美妆行业的融合并非易事 森马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青眼不一样的视角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